字幕提供 從外太空回來後的 小松鼠跟小靈牙 更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一切 他們明白地球的可貴 兩位好朋友 更常出去踏青根郊遊 今天他們來到附近的一個登山步道 小靈牙不知道為什麼 比平常還要更撒嬌 似乎知道自己的大線 即將到來 下起了暴雨 小松鼠家門前也有積水 這時的小靈牙顯得特別疏弱 應該是大線已到 天兵班長說 今天是小靈牙的最後一天 靈球的威力會消失 小靈牙的身體會死亡 小靈牙會變成靈魂 然後升天去報到 天兵班長安慰他們說 一切都會過去的 一切都會過去的 將天兵班長抓了起來 小松鼠被拆掉了 而且封倒在地上 這時小靈牙用盡所有力量 衝向血水惡魔 班長拿起祥惡劍朝著血水惡魔 小松鼠的熱眼砍下 消滅了惡魔 小松鼠醒來後發現 小靈牙身體變成透明了 班長解釋說 這是小靈牙的靈魂 小靈牙要去天上報到了 小松鼠好奇的 摸了一下小靈牙透明的身體 小靈牙非常感謝小靈牙 這些日子以來的陪伴 感謝小靈牙陪她度過 最痛苦及最快樂的時光 這是他們最後的擁抱 因為小靈牙的犧牲 讓班長成為第一位消滅惡魔的天兵 天兵班長 將被升官為天將 因為小靈牙的犧牲 天兵班長 想說 以後可能沒有什麼機會再跟小松鼠見面了 松鼠雖然不捨 但也為天兵班長感到高興 小靈牲 小靈牙想看他們倆 最後一眼 因為小靈牙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 就是認識小松鼠以後 再見了 兩位好朋友 MING PAO TORONTO